今天分享美食牛肉卷 牛肉自然解冻 切一块下来 用保鲜膜包起来炸扁 炸到这种效果 撒盐黑胡椒碎 腌制橄榄碎加黄芥末酱 搅拌均匀 涂在牛肉表面 摆上茄子片 还有米肠 然后卷起来 再用棉绳捆绑起来 成这种造型 热锅下油 牛肉卷下锅煎 煎至表面有点焦黄 下葡萄酒 牛肉汤 来点洋葱 中火焖15分钟 再把配菜煮熟 锅里下黄油 下锅煎香即可 别忘了撒点盐 黑胡椒碎 再次热锅下黄油 下土豆泥稍微煎香 牛肉卷取掉边绳 缺成块 煮料配料装好 锅中的汤汁 煮成绒稠状 淋在表面即可 适当点缀 卖得更贵 主页还有更多详细美食 就是一本活菜谱 当你不知道吃啥 可以来这边找灵感